數千隻魚群在海裡齊聚悠遊 景象華麗壯觀 不少海底攝影師都喜歡到墾丁海域捕捉海底生物的畫面 但現在有潛水客竟拍到一張微生物的照片 看起來就像電影鬼臉引發討論 海底攝影師在墾丁西海岸拍到的海底生物 有著像穿著披風一樣的造型 兩個眼睛呈長管狀 看起來好像望遠鏡 嘴巴還有牙齒跟舌頭 看起來就像電影謹慎尖叫的鬼臉一樣 這個有鬼臉造型的生物叫做海馬壹管羅 身體透明成圓桶狀 體長約8到10公分 完全無可 平常在水中很難見到它的踪影 它不容易被發現 而且是整個都透明的 專家表示海馬壹管羅身體具有風帆壯的單旗 有動時單旗大多時間在上左右擺動 加上身體不停翻轉 在照片中才會呈現有如鬼臉的樣子 因為太透明在水中近乎隱形 這次意外入境 讓民眾有機會目睹這種特殊的海洋生物 記得張春華請教股評論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